你是不是也在尝试一日一餐或者168断食 以为这样就能瘦身抗衰老降低三高 在2024年 美国心脏协会发布了一项令人震惊的研究报告 每天吃饭时间少于8个小时的人 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竟然增加了91% 你以为是在养生 可能却在悄悄透支你的健康 断食究竟是激活抗衰老的开关 还是暗藏危险的潘多拉河 别着急下结论 这期视频我们来拆解断食的四大风险 以及如何科学避坑 别让你在追求健康的道路上掉进陷阱 断食的四大隐藏风险 断食的确会带来副作用 尽管这些不一定会发生 也不一定会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 但是有些人确实会碰到 常见的问题包括疲劳 头晕 头疼 情绪变得不稳定 有些人还会出现肠胃不适 比如便秘 对女性来说 断食有时会影响立价周期 长时间断食还可能造成体重快速下降 血压变低 甚至出现低血糖的情况 除了这些能感受到的症状以外 断食会带来以下四个方面的深层风险 一 心脏和心血管的潜在风险 有一位35岁的男士 身体一向很健康 他打算尝试五天长断食 只喝水 坚持运动 结果第四天突然感到凶梦 头晕 被紧急送往医院 检查之后发现 他出现了严重的电解质紊乱 低甲低美 属于心理失常的前兆 已经很危险了 你以为这是个例吗 其实不是 长时间或者过度严格的断食 确实会导致身体中 甲 鎂 钠 钙等关键矿物质严重失衡 一旦缺失 就可能引发心悸心率不齐 甚至心脏骤停 尤其是本身血压偏低 或者正在吃僵压药的人 风险会更高 如果加上脱水 长时间不进食 轻则昏倒 重则命悬一线 更严重的是 连续几天的长断食 还可能让心肌细胞萎缩 心脏收缩力下降 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我们身体的三分之一到一半的重量 其实是肌肉 它不仅支撑我们走路 说话 呼吸 连心跳也离不开它 更关键的是 肌肉是身体最大的燃烧炉 肌肉越多 基础代谢越高 哪怕你坐着不动 它都在帮你消耗热量 可是一旦你长期断食 身体找不到能量 就会拆掉肌肉当燃料 研究显示 连续断食五到二十天的人 体重下降的三分之二 来自于肌肉和其他组织 真正减掉的脂肪 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肌肉一流逝 代谢越来越低 身体变得虚弱 容易反弹 不仅瘦不下去 老得还更快 这可能是断食最隐蔽 最具破坏性的一点 三 营养缺乏 比你想象的更快到来 有位三十多岁的工程师 为了减肥只吃一餐 结果每天早上起床 都会头晕出冷汗 手还会发抖 这是低血糖的典型表现 后来他加了一点早餐 症状才慢慢缓解 断食期间 能量供应中断 如果没有科学的安排营养摄入 营养缺乏迟早会发生 你可能会感到身体越来越虚弱 皮肤苍白 头脑发沉 注意力无法集中 甚至情绪变得焦虑烦躁 很多人还会出现肌肉抽搐 手脚麻木 心计心率不齐 说明你可能缺了脚 美或者鼻子维生素 还有人因为长期不吃主食 大脑缺乏葡萄糖 整个人昏昏沉沉的 情绪低落 这些其实都是身体 在发出求救信号 有些人以为断食就要清淡 只吃沙拉 水果 蛋白粉 不吃油 不吃肉 反而让营养结构更单一 最终不是断食害了你 而是断食后的饮食方式出了问题 有一位31岁的女士 采用52断食法 半年内瘦了12公斤 正当她以为胜利在望的时候 却因为断食发作 被推进了手术室 其实断食本来很常见 很多人都有 只是没有症状 但是一旦结食卡住胆管 疼的呢 就只能进急诊室 特别是那些每天只摄入少量热量 极端断食的人 胆结食的风险 比普通人高出好几倍 所以呢 想减肥可以 别让减肥变成疙瘩 断食到底还能不能做 专家共识 其实上面所说的四个方面 只是把丑话说在前面 断食的价值 专家并不否定 权威医学期刊 新英格兰基础杂志指出 间歇性断食虽然不是包治百病的 灵丹妙药 但它是目前证据最充分 风险可控的生活方式干预之一 美国心脏协会认为 断食不能替代心脏病治疗 但对调节代谢 改善整体健康有积极的意义 哈佛医学院也表示 只要方法得当 间歇性断食 可以成为健康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他们也强调 断食不是适合所有人的万能方法 所以断食本身没有错 错的只是方式 只有避开陷阱 因人而异 断食才可能真正成为 帮你延缓衰老 管理体重 调节血糖的健康工具 如何预防断食的风险 一 预防心脏与心血管系统的风险 我们刚才提到 2024年美国心脏协会的 一项会议报告指出 每天进食时间少于8小时的人 整体死亡风险可能不降反升 增加了91% 但这里也要说明 这只是初步研究报告 还没有经过同行评审 也没有正式发表 可信度并不高 只能说它提供了一些 值得关注的信息 仅此而已 更现实的风险是 如果断食方式过于极端 热量摄入太低 就容易引发低血糖 电解质失衡 甚至心率不齐的问题 为了降低风险 建议采用温和型断食的方法 比如说一日两餐 一日一餐 不建议连续好几天的长断食 别忘了及时补充 钠 钾 铭等关键矿物质 可以通过各种蔬菜 坚果 营养均衡的食物来获得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 完全不治碳水 看似清爽 实则可能加重心脏负担 适量摄入健康碳水 如糙米 全穀物 粗粮 对心脏功能和血糖稳定 反而更友好 二 预防肌肉流逝 断食期间 最容易被忽视的伤害之一 就是肌肉流逝 当你摄入能量不足 身体为了维持运转 就会开始分界自己的肌肉组织 来获取能量 要想避免这种拆东墙 补西墙的情况 每天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 一般的建议 就是每公斤体重 摄入1.2到1.6克蛋白质 那么比如说 鱼 肌肉 蛋类 豆类 豆腐 豆浆等等 更好的方式是 配合一些基础力量的训练 能有效地帮助身体合成和维持肌肉 这里还要澄清一个健康谎言 有人担心说 一顿饭最多只能吸收30克蛋白质 一天吃一顿 无法摄入足够的蛋白 其实这只是对早期研究的错误解读 我们身体并不会把多余的蛋白质浪费掉 而是会分阶段消化吸收 用于合成肌肉 制造激素 修复器官 甚至转化为能量 根本不会浪费 所以重点不是纠结吃多少顿 而是要注意食物多样化 搭配合理最重要 3.预防营养缺乏 每一口都要吃的有价值 一听到放弃三餐 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 会不会营养不良 蛋白质会不会不够 是不是要靠保健品补回来 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 关键不在于你吃几顿 而在于你吃的质量和结构 如果你平时就经常吃外卖 吃白米饭 面条 肉汤 如果你热衷于方便食品 饮料 甜点 这些都会让你摄入过多的热量和钠 缺乏蛋白质 维生素 矿物质等 真正身体需要的营养物质 营养不良往往不是断食导致的 而是饮食本身出问题了 所以一定要坚持营养密度优先的原则 每一口都要尽量吃的有价值 选择天然少加工的食物 比如各种蔬菜 坚果 新鲜的肉类 深海鱼 海鲜 全骨 不饱和植物油等等 只要搭配得当 摄入得够 断食不仅不会造成营养缺乏 反而有助于让身体腾出空间 进行深度的调节和修复 四 预防胆结石 拥抱好脂肪 大多数人断食是不会出现胆结石的 这说明胆结石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不要太极端 每天至少要有一次完整的正餐 让胆囊保持正常排空 同时呢 饮食中要有适量的好脂肪 比如说橄榄油 牛油果 坚果等等 它们可以刺激胆囊收缩 避免胆汁滞留和结晶成绩 要避免高胆固醇加高糖加低纤维 这样的低营养食物组合 比如说什么鸡蛋 培根三明治 奶茶 蛋糕 吐司这一类的 这类饮食会扰乱胆固醇代谢 容易诱发胆结石 特别是对于高风险人群 比如说中老年女性 或者有胆结石家族史的人 要选择温和有节奏的饮食方式 更为安全 一日一餐 一日两餐等 间歇性断食的方式 确实在代谢调节 体重管理和延缓衰老方面有优势 但它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万能方案 我们能做的呢 是了解它 掌握它 善用它 让断食真正成为我们所用的健康工具 而不是让我们悄悄走进另一个健康陷阱 如果你想更深入了解 抗衰老的开关 自视 断食多久能启动 身体有哪些信号 哪些方法可以高效地激活它 一定不要错过下面这个视频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分享你在断食过程中的真实体验 遇到的挑战 还有哪些亲身试过的小敲门和心得 让更多人受益 别忘了点击订阅 我会持续地分享更多简单实用 科学有效的抗衰老和健康养生方法 大井